Hello B站的小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你们的林佳小姐姐 今天我们尝试一下不要露脸 因为这两天 昨天有一个小萝莉把我批评了一顿 她说视频竖屏不好看太丑了 然后画质也很模糊 她叫我试一下用手机横屏 然后我就试一下用那个后置 因为苹果前置也算是照妖镜了 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复合 我和她会复合吗 因为我想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吧 我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还有包括各位来留言的小朋友 也都问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复合专题的 我想应该还是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我觉得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吧 就很多人他其实不会表达爱 我们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教过我们 怎么去表达自己的爱 就其实很多因为误会啊 因为一些言不由衷 或者是口是心非的话 而分手的人真的大有人在 那 那我肯定也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得偿所愿 因为我相信来看这个视频的 绝大部分 其实你们是想和前任复合的 那我今天抽就是做这三赌牌 我希望不管是那个结果怎么样 但是都是可以帮到你们的 分手以后其实我们会很难过嘛 就你也难过他也难过 其实大家大家的心情都不怎么好 那我们就是请塔罗老师来 为大家 疗愈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就 123 就从左到右123 就不要用什么小物件来选啊 就这样来 嗯 我们大家一起盲选一下 OK 好我们来解最左边那一组 先看一下一金卡 好 山火壁第二十二卦 然后用塔罗牌来解释 然后用塔罗牌来解释 嗯 圣杯 哦不是那个 心碧骑士逆位 这是你的状态 这是他的状态 圣杯十正位 你们之间能量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圣杯三正位 你们未来的发展 女皇正位 这一组牌呢 我觉得 你们那从这个牌面来看 你们应该是很有可能 很有希望复合的 那我们先从这个 一金卡来讲 那这一这一个卦呢 它的名字叫山火壁 它是一个中上卦 但是你不要听到中上卦 就觉得它不好 它的意思 它的它的像 它它这个意思是 近来运转瑞气周 小条淑女君子求 中古月之大吉庆 战者逢知喜临头 这本身就是一个 主文明的卦 那我们的婚嫁 我们知道婚嫁是什么 婚嫁是属于文明制度 在古代的时候 婚嫁它是由礼部来操持的 所以说 那我们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感情 我相信 我相信你喜欢的这一个人 你肯定也是想要和他走路婚姻的是吧 就算是没有 但是没有想过那么远 但我不相信你们都没有想过 然后 那这个 然后那这个卦呢 就是说 它在那个婚恋上面 它是 它虽然说是 一个急躁 但是它也有提醒你 就是要慎重选择 就是你有可能 因为我现在看到 就是有一个这样 这个圣杯三出现了嘛 然后 那可能 那可能 你们其中有人 可能是有别人来追 嗯 但是因为这个卦 问站者是你 所以说 那它的这个 提醒应该是给你的 就是说 不要 不要 不要三心而已 不要就是说 特别 急的去下一个决定 应该慎重行事 应该三思而后行 想好了再去处理 然后你看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塔罗牌 就是 这后面三张都是正位 但是你 就属于你自己这样的 还是一个 心必其事的逆位 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 它可能是一个很会 还蛮会表达感情的人 但是你可能就是 有一点不解风情啊 然后 可能有的时候会 就是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们女孩子小的时候 那个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通道 都是 一开始都是打开的 但是因为 女孩子她会敏感一点 然后她小的时候 如果说经历一些 伤痛啊 挫折啊这种 她就很很很快的 就是会关闭起来 这个我觉得 也不能够怪你们 嗯 就是但是呢 嗯 这个这个 在这个牌面来看的话 这个是造成你们 分开的一个 比较主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嗯 这个心理线一个状态 就是你可能就是 从你们的那个分 分离里面 就是也许你已经 认识到了 这方面的部分 然后她现在呢 怎么说呢 就是你看那个 圣灰石 它是一个很圆满 她觉得 她觉得上面有一轮 一轮圆月 下面有水 然后有美满的 恋人的一个家庭 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分开多久了 但是其实 当我拿到这张牌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有一个 不祥的预感 也不是不祥的预感 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分开的 比较久了的话 对方她现在很有可能 已经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新的恋人了 嗯 那如果说你们分开的 不久的话 有可能是 因为她这个人 她是一个 圣灰石的一个状态 就是她可能她觉得 她从这段 关系里面 嗯 她其实收莫到蛮多的 然后她也没有太多的 负面的不好的一些东西 她相信你的时候 还是很 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就是在她的印象里 就是 都还是留着你们愉快的时光 嗯 然后比较好的是呢 我抽你们未来的发展 抽到了这个女皇 女皇的 而且是正位的女皇 就是你们 不管是以后 你们是作为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都好 那至少你们之间的情感 就是情感流通 或者是各方面的交互往来 都是很丰盛的一个状态 而且 而且我觉得就是 在这一段关系里面 你们自己 如果你们是一个女生 或者是对方 就是女方 女性的那一方 她其实有变得更完美 她通过这段关系 她其实变得更完美 更完善了 但是我觉得我说是废话 就是每个人 每一段关系 她都是有学习到东西的 就都其实都是变得更完美的 不过你这个完美 就是很显而易见的 很显而易见的一个 变得更好 不管是从外形还是内在 还是你自己的精神的一个 那个丰富的 一个愉悦的这样一个程度 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会变得更加 更加会取悦自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三张 后面三张都是 都是神域卡 然后我们先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什么 先看那个 浪漫天使 这个是表达你的爱 就是 怎么说呢 可能可以和这一张牌 结合一下吧 这两张牌可以结合一下 表达你的爱 让我来看一下 就是他说 他说的是你在你的感情生活中 你要学会采取积极的行动 有可能是 因为你看 其实这个圣 圣杯牌 它其实一般都是一个禁止的牌 然后圣杯时 它也是一个禁止的一个状态 你要去学会去主动的去联络他 然后 然后 向他去表达你自己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你们的那个 我觉得对方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同理性还蛮强的人 而且 我觉得这里 这里有一张圣杯牌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他一个人的感情 撑起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你是一个很务实 考虑现实考虑的比较多的人 他可能比你要浪漫的多 然后但是他其实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还是更容易 比你更容易受伤吧 就是分了手 不可能说都没有人受伤过 肯定是有人受伤的 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在这种关系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去表达你的爱 学会像 学会 首先学会像你的恋人 像你的伴侣表达你的爱 然后 学会像你的家人 像你的朋友表达你的爱 就是当你的爱 能够传达给别人的时候 能够被他们好好的接收到的时候 你那一刻的幸福 那种成就愉悦感 是无法 无法言喻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爱的叙语卡 请求协助 你真正需要获得的帮助是什么 允许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获得支持协助的人 那这个和这个也能够对应起来和你的这个状态 你是一个非常 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因为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你是作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形象 你是作为一个强者的姿态 但是这样子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 你要学会去放下你的包袱 你要学会去放下你的包袱 然后呢 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你确实有不足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 但是 这并不代表你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失败的人 不是说你在这方面成功 在那方面失败 我觉得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去说的 这个世界上不能有这种评判的 就是 那你说我们每个人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 你用什么去评价这个人成功 而那个人失败 在这方面成功 而那方面失败呢 大家的起跑线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是吧 就是放下你自己的架子 放下你的一些心理负担 如果说你想要去学习一些怎么跟别人沟通啊 怎么去表达自我这方面的话 我以前在一个视频上也有推荐过一本书 就是它叫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 我推荐你们去看 我觉得很适合你们这本书 然后最后一个是神域卡 Teacher 那我看到这张卡的一个 我得到的一个讯息是 我觉得这个人 你的这位对象 他其实是你的老师 就是他会交给 他真的会交给你很多东西 他这么多圣杯 还有你们的状态也是圣杯 他的圣杯 他交给了你如何表达感情 那就算是你们以后 只能做朋友 或者是 或者是暂时不能复活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他身上 都有很多你们学到的点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你可以去寻找 你可以去寻找你的老师帮助你 你看在哪个方面 有就是你需要 你首先要清楚自己哪方面不足 感于承认自己哪方面不足 然后去寻找一个可以帮助你的老师 好吗 学会表达你的爱 好吗 你们是很有希望的 你们有一个 山火壁挂 这个挂 对 这个挂的 这个挂的那个 挂词 都说的是一个 婚嫁之士 小条书女君子求之 你们会复合的 如果你希望的话 你要学会表达你的爱哦 希望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其实很多人他都会说 复合之后 可能也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会重蹈覆辙呀怎么样 其实这些话呢 第一他不是说凭空捏造的 但是呢第二他也没有那么绝对 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把你们之前的一些比较 比较深层的问题 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对方的问题你管不了 你只能管到你自己 属于你自己的这一点做好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第一组的解盘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解第二组 中间那一组 先看一下易经卡 这是一个水泽结卦 第六十卦 是一个砍上对下的一个卦 这两个都是水 一个上面是水下面是泽 水泽结你听这个名字 它就是要我们学会结质 虽然说今天没有抽到结质牌 但是你这里出现了一个水泽结一个卦 一经卡我是一经卡管整个整个大的牌子 好 然后这个是你们今天主要的能量 水泽结呢它也是一个好的卦 对它其实是在意在提醒你 因为我们的一经它其实不管是中上啊上上还是下卦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提示作用 它是以提示为主的 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一个这样一个经典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怎么来解释这个 你的状态 全账八 我觉得这个节制说的就是你提醒你要节制 它的状态 心臂七 你们俩的状态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跟刚刚那个第一组的也挺像 你们俩之间呈现了呈现出来的你俩 心臂公主 不是 那个宝剑公主 说错了 诶 你们的未来 太阳 好 现在我觉得你们 你们不用我解了是不是 就自己看都知道结果很好了 我还是解一下吧 结合这个一经卡来说呢 就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他叫你们要节制 但是他没有说对在什么方面 那我觉得结合这个牌来看的话 可能是你们俩的性格有一种 就是他可能 你看他看起来就是那种慢吞吞的 你看起来就是那种非常的急速 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事情的一个 对 然后 这两个也是说 你现在状态和他现在状态 你们都是正位 其实而且我觉得那个全账八的正位是很好的 对全账八的正位代表你现在 如果说你之前分手你有伤痛的话 现在你都已经走出来了 而且你 你应该是比较积极的想要和他和好的 然后 但是你可能有一点 你可能有一点 就是想要很快速的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个性 个性 就是想要做事情有一点彰显结果 不过现在很多人都很彰显结果 也不止你一个人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卦 这个卦的出现就是告诉你 在婚运上来说 其实婚姻是 就是婚恋的话是吉祥的 就是他 这个这个 这个卦出现 你求的是那个婚恋的话 它是主吉祥 那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吃一个定心丸 它的出现告诉你 这个事情正在进行中 欲速则不达 你不要太着急 顺其自然慢慢的发展 就是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要怎么顺其自然吗 你要顺着她 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她现在状态其实不是很好 你看她在 你看这个女孩子 她在这里画着一圈又一圈 就是这个可以 可以表示 嗯 可以表示她在为自己设定一个界限 然后也可以表示她在画定 就是不管怎么样 然后这里 这是一个心臂 心臂器 她可能就是很想要自己去 嗯 那我觉得就在这段感情里面 可能是她 她比较 就是不管她表现出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她 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她应该是要 那个 处理情 处理情感的能力要强得多 然后她现在其实还有一点没有找到方向 不管是走出这段感情的方向 还有这个心臂牌的出现就是 嗯 如果对方是一个男生的话 就是对于男生 其实不管男生女生 就是责任财务事业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社会对于男性的要求更高 那如果对方她是一个男性的话 这里是个女孩子 她其实现在她蛮脆弱的 她蛮脆弱的 就如果说你想要跟她复合的话 可能你考虑的东西呢 不能说你考虑的比她少 其实全账大这个牌 她不是说考虑的少 而是说所有的东西 一瞬间就被你想到了 那也可以说是你很聪明 你很有智慧 但是你要等等她 你成长的比她快 你要等等她 然后你们现在之间 你们现在之间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一张卡 就是你们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 算是蛮节肢蛮 凌智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了 对 比较理性了 因为是一个保健公主 而且又是一个正文 而且我觉得你们俩 就是可能你们的关系 就是接下来也会进行 进入到一个更高的 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一个新的一个开启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日光月华塔罗牌 它的它的牌面就是保健牌它都是在天上 我觉得还是挺好 就是给人一种比较开阔的感觉 就我觉得你们会 比如说之前就是谈点小情小爱呀 但是你们这一次和好以后 现在就要开始说和好以后了 但是你们现在可能是已经通过你的各种努力也好 你们的和好之路已经进行了一部分了 那你们现在是在一个比较互相之间比较稳定 比较理性的一个交流的这样状态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就是复合的话 它比较忌讳情绪激动 比较忌讳感情用事 这样的话 因为是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处在比较冷静桌下的决定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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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话 当它冷静下来 这个事情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抽到了这个太阳牌 就是 我觉得太阳牌 这都不用我说了 其实我看这张牌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史薇登堡的著作 因为它是会通灵的 它会它有被灵邀请到灵界去参观 回来写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看到这张牌 我就有一种感觉 史薇登堡那个著作里面 嗯 它关于那个天人之舞 的一个 一个 怎么说呢 哦 对 这张牌还是我这一副牌的牌领 哦 就是这个日光月花塔 我牌的牌领 其实这一次三组小伙伴的能量都很大 就是我每一组都有很多牌要掉出来 但是最后我都是一张一张抽 就强行一张 就是我 那我觉得就 就是塔罗高林老师 他们把所有的能量都压缩到这几张牌 传递给大家了 其实虽然说是大众占卜 但是我觉得 这个 你既然看到了 就是有缘分 就是跟你某方面应该是有对应上的 嗯 然后这个 嗯 我看这个未来是太阳 那我话 不要说的那么死 不要说就是说你们 一定会以恋人的关系复度啊怎么样 因为我们这个塔罗牌可能看的就是三到六个月之内嘛 那我觉得 其实我也可以给一些就是我也要给一些建议 嗯 因为这呃我不是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要用我们要去装一下或是要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嗯 男生的自尊心其实一般来说都比女生要强一点 对我觉得特别是这一组的小姑娘 我觉得就是你们个性要收敛一点 嗯 个性收敛一点 还有就是不要对对方提太多的要求 不要老是说不要老是指使别人做这做那 那他其实是一个不算是快的人 你是很快速的人 他跟不上你的思维 都为对方着想一点 但是我相信你们做得到的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三张神谕卡 哇 天使浪漫天使卡 这张牌呢 是可能就是这个人啦 开心吗 开心吗 这张牌显示呢你早已遇见了你梦寐以求的女人 就是你可能 没有全然的很享受这个人与这段关系在之前 所以说你们现在分手了 但是天使他有告诉你 就是就再给你送来的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像我刚刚说的 慢一点慢一点 就不要不要太急躁了 凡事顺其自然 上天会给你最好的 上天会给你最好的 看到没有 对 然后这张牌呢就是天使也有给到一些讯息 就是说 你可以进行一个 你可以进行一个 梦境影响 就是在你入梦之前 就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是可以看自己能不能试一下 成功 就是说你在睡入梦之前的那个可能快速眼动期 在心里提一个问题 对 然后你在睡觉的时候 天使会在你的梦中给你答案 因为他们会连接 我们人类所有人类的潜意识是连接在一起的 包括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 还有包括我们和高龄的我们的潜意识是连接着他们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这位是你的佛吧 POWER OF JOIN 你要去享受 享受快乐的能量 去享受 享受的力量 对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人呢 你真的是 做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是太 说你专注于此呢 有点 有点不对 就是说你可能太忽略身边的风景 太忽略身边的周遭的东西了 也就是你把自己拔出来 然后站在 跳出你的局去观察你的局 你会得到更加不一样的 更加宁静的音乐 更加好的收获 对 然后太阳这个牌 也是有预示着说 以后的 以后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宽广 更加的开阔 对 我觉得你其实还好一点 他这个人 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容易 有一点容易 就是一不对劲 就把自己灌起来了 就很有可能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爱的序语卡 来 哇塞 哇塞 心有灵犀 这是一份难以言喻的感情 既然难以言喻 那我就没有办法言喻了 你们俩都心有灵犀了 那我们还说 那我还说什么说呢 你看心有灵犀是吧 我刚刚想到 我刚 我刚刚想到天人之舞 我真的觉得是没有错的 哎 好羡慕你们第二组的人呢 你看 就是顺其自然啊 顺其自然 好好的 该 该玩就玩 该玩就玩 就是 该乐就乐 不要去想太多 你们会和好的 如果你想 你们会和好的 他就是这个人了好吗 我们要顺其自然好吗 享受上天的安排 享受上天的安排 你们之间都心有灵犀 你们都难以言喻了 还让别人说什么呢 别人也没有机会了 好吧 好 这一组的牌就解完了 谢谢大家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第三组 第三组 先看一下易经行 是 怎么感觉 有点看不清楚 二十七卦 是一个 山 山雷夷 山雷夷 移呢 就是移和园 那个移 移挂出现了 就是 你要养生 好养生牌来了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 看看你为什么要养生 为什么 为什么老师叫你要养生 哦 来吧 你现在的状态 道调人的逆威 他现在状态 月亮正威 你们之间欠在一个能量的状态 一个 Princess of Cops 你们未来的发展 Magician 嗯 嗯 那我 我觉得 其实 其实我看到 这样几张牌 我觉得 你们这一组小朋友的课题 比上一组的课题要 要多多了 嗯 这不是都叫你养生了吗 这都叫你养生了 那我其实有看到 我有看到其实你在之前的这段感情 其实你们两个人 都其实是对对方付出了很多感情的 但是可能我觉得你们 都是比较不善于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自己表达感性 然后所以说会导致一些误会 就是我觉得你们之间应该有出现很多误会 然后应该是 我觉得至少你的健康是有受到了影响的 就是道调人呢 他如果他出现正位的话 他可能是一个现在正在 正在身体不好 但是你可能 正在一个牺牲的 牺牲自我的一个阶段 但他 他逆位了 逆位过来 就是说 就是说你现在应该是已经有发现 对已经有发现自己的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了 然后你想要去调整他 想要去改变他 然后他现在就是 他还是很迷茫 刚刚第二组也有抽到 但是第二组都是小蜜蜜牌 你看你们第三组的能量是三组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 而且就是未来抽到这个魔术师牌 你们之间应该是有灵性课题在里面 那我觉得结合这四张牌来看的话 那必然是有灵性课题 因为你们现在是在一个学会去 就是如何学会去表达你们的情感 这样一个阶段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需求很重的人 他必然是灵性课题很深的人 然后 他现在 月亮了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可能 嗯 嗯 嗯 他可能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 喜欢把情感就是藏的 买藏的很深的一个人 嗯 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 其实内心应该是很柔软的 但还在同年他 他有受到过很深的创伤 我不是说你没有啊 但是我觉得呢 既然你抽到倒吊人这个牌 那说明其实 就是牺牲奉献是你的本质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很乐于助人的一个人 但是你可能在这段感情里面 过了 就是过由不及 你知道吗 就你可能过了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 现在他才来开始 就是想着要怎么去 呃 学习表达情感 但当当时当然你也有 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月亮他看不清 他是一个看不清楚自己内心的人 那我觉得 他就有一点像那种 就是 他就有点像那种 你要说是被别人一直宠着呢 我觉得也不像 就是 别人对他的宠 可能在他看来也就那么回事吧 他其实也不需要那种宠 就是也 他其实也是内心挺孤独的一个人 没有人能够走到他的内心 也没有人能够 嗯 很好的去理解他 但是你应该是能的 因为我看到这几张牌 我觉得你们的纠缠根本就不会断 你们要过课题 你们 你们不可能 你们不可能就说现在这样分开 就这样就分开了 然后结合这个挂 这个挂 我看第一眼我的感觉是 宇宙要你们调整好了自己 调整好了自己以后 再接再厉 再接再厉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嗯 刚刚也 刚刚第二组 他们 他们的那个 现在的一个 情感 状况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princess 他们是princess 哦对 他们是 宝剑公主 你们是圣杯公主 那其实他们要学习的 其实是一个 比较 需要学习的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公主牌 公主牌的侍从牌嘛 它的出现的话就是一个 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他们要学习的是一个 如何理性的沟通 你们要学习的就是一个 如何正确的去 向对方表达你们的爱 你知道海豚 它明明有给小姑娘 闲一个花 但小姑娘 浮在上面 还看不到 但是其实海豚 它一直在下面 就是海豚 它是共情能力很强的动物 我其实自己觉得海豚 这个里面也有海豚 就是我自己觉得海豚 是比人类聪明一些的 对 只是人类比较有力量 嗯 然后 那我觉得这张牌 虽然说月亮牌 它表示 这个人 他现在处于一个迷茫期 但是 在我看 我自己是很喜欢 月亮这张牌了 我觉得月亮牌的出现代表 它现在在进行一个 往灵性方面走的一个路 对 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 然后你们最后 也会走上这一路 但是你们中间 要过这一关 你们要学会 如何向对方 如何向自己的朋友 家人 其实第一组也有这个课题 就是向周围的人 正确的表达自己的爱 但是他们的那个课题呢 就纯粹是也挺 就是和和情感相关 但是你们这个课题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 你们这一组的灵性课题 好吗 因为这个这个 一经卡这个卦的出现 它是要你们 爱惜自己的身体 当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 当我们的情感课题 要重新回归到 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样 这样来学习 来过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 这就是 灵性课题的开启 可能第一组的人 还没到这个 还没到这个点 这个阶段 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 已经到了 嗯 怎么说呢 你看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情绪是 我们的情绪是 我们的情感的载体 也不能说载体 就是起源吧 那我们的情绪是藏在哪里的呢 情绪是藏在你的身体里面的 身体里面的 当你开心的时候 你是心脏得到了一种 一种很舒服的一种能量 你觉得难过的时候 也是心脏 在收缩 然后你觉得恐惧的时候 觉得有压力的时候 是你的肾 那体现在我们身体 其他的地方 肌肉 压力就在我们的肩上 然后委屈在哪里 委屈在我们的胃这里 就是我们的内脏 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包括骨骼 它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不再承受着我们带给它的各种情绪 但是现在的人呢 感到开心的时候蛮少的 感到压力恐惧 悲伤失落难过 你看我一下说了这么多个 就是负面情绪的时候 是比较多的 那当你的身体承受了很多负面情绪 却没有办法去排解出去的时候 你的整个人状态会怎么样呢 道调人的出现也说明了一个病症的出现 不过幸好它逆过来了 我是倾向于 我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乐观主持者 我是倾向于认为 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你不意识到也不行了 你们要过这个理性课题 你就 必须要首先把能量从别人的身上收回来 放到自己身上 而且它现在也是一个澄清在自己的世界里 思考自我的一个状态 你把能量放到他身上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对 但是不是说你们就此就没有关系了 都说了是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阶段 你们现在是在一个 学习爱的一个阶段 学习情感的一个阶段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浪漫天使的一个执名 宗教因素 看吧 我刚说对了 出现了这张牌 又出现了这张牌 还有一个月亮牌 还有一个道调人的逆位 但出现这个宗教因素 就并不是很惊讶的事情了 那说你们是灵魂伴侣都有可能 对 那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也没有达到那种很略的程度 我觉得是 但是 但是反正也不好受就是了 因为我觉得和宗教因素 和那种灵性 灵性因素 灵性原因 相关的 我觉得都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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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生出一些比较虐的一些 对 但是它是你的课题 但是一旦说 一旦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情绪就是 已经很低落了 你的身体也开始变差了 的时候 你一定 一定要 把注意力 及时收回自己的身上 关注自己的内在 关注自己的身体 关注自己的内在 好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 神域卡 那个爱的叙语卡 解释你的根本态度 你需要解释一下 你对爱是否坚定 从这张卡上来说的话 那它说 它都说了你对爱是否坚定 那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你们俩之间有一方 或者是你们两个都是 一会儿 我要和你在一起 一会儿 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第一种情况是 你看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月亮 月亮 月亮 三个月亮 月亮 就是殷勤不定 有一方是这样 然后有一种可能是这样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 一个更高层面的 就是 第一个 就是 解释你的根本态度 好 然后 你对爱是否坚定 那这个爱呢 从一个更高层面来说呢 它也有可能 就是它也能够说 它是 宇宙法则 就是结合这张牌和这张牌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好好地去 提升你自己的灵性 提升你自己的能量 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哦 我还有一张牌 神域卡 Go Now 其实这就是一个方法 知道吗 去到现在 它叫你 然后翻译过来 就是活在当下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说得通 你知道吗 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首先这样吧 我们活在 当我们一旦进入 真正进入了当下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灵性 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是其实所谓的明星见性 见性 明星 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状态 你我现在跟你表述 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就我说出来的 那那我说出来的其实 我说出来的 其实你听着哦 是那么回事 我能够明白 但是我不能理解 get不到 你是get不到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一个 明星见性的过程 你是get不到的 那当你真正的活在当下的时候 你的灵性 你的灵性就提升了 我们就不要说什么灵性提升 你就已经明星见性了 哪怕你后来再调出来 那都是 那怎么说呢 当你知道什么是对的的时候 你就再也不会错了 你就再也不会错了 你就会知道你应该怎么去 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去表达你的感情 那有可能呢 就是说还要再学习一下呀 或者是还要再 还要再 怎么说呢 也许你还会从 就是跌到更低更低的地方 从头来过 但是那都是后面的考验了 对 然后这个 这张牌先出现 这张牌后出现 叫你活在当下 活在当 然后呢 活在当下还有一点 你的身体机能会得到很快的 很好的改善恢复 这个就是叫你养生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通往未知的那个自我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高我 是我们通往我们高我的一个大门 一定要紧静 大家一定要紧静 好然后现在你们可能会问 那我怎么去活在当下 我现在教你们一个方法 嗯 就是这一个方法 你现在听我说话 你其实可以再倒回来 把你自己的这一组台再看一遍 或者再听一遍 你听我说话的时候 你把注意力你是放在哪儿的 你可能是放在你 我那个声音每个字上面 好那现在我要你听我的声音 但是把注意力放在我每个字的中间 你会发现你其实依然听懂了我在说什么 但是你的心却非常的宁静 好像把整个话都包裹下来了一样 得到了更深层的一个理解 这就是你找到了外部的定静 就是入定的静 安静的静 静止的静 你找一通外部的定静 然后你能够进入到你内在的一个宁静 好 你们就是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你们可以去 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可以练习一下 go now 就这个方法 它就是当你获得了那种平静 宁静的时候 你就离当下时刻不远了 其实活在当下是一个最简单 也很复杂的路 不是最简单也最难对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的 好 第三组的解排就这样就完了 还有就是 我也是要跟你们 其实也是要跟你们说一声恭喜 你们第三组的 就是当你达到这个 你们是会和好的 主要是你们这里是有宗教 有灵性的原因 就是有上天的安排 就是 这也是你们自己 其实不是上天 是你们灵魂自己的安排 就是没有办法 但是你们应该也是可以 不是应该 就是你们也是会和好的 今天抽的三组 都会和好 都会复合 爱我吗 好吧 第三组小朋友的解排就这样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